上飞古神星的黎明浩,黎明浩小行星探测器在2015年,首次还热二百行星古神星的轨道了旋转一圈,它的发现令人惊叹,之后美国宇航局决定把探测器永久留在那里,古神星的直径不到1000公里,它是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出最大的天体,也是那里的唯一百行星。 去年,在已经延长一次黎明浩的任务之后,NASA宣布黎明浩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靠近古神星,因为它将抵达最终轨道,以继续研究古神星表面神秘的两半和其他奇幻现象。 从2018年6月初开始,黎明浩将最终进入这个新的永久轨道,一旦黎明浩抵达新轨道,它将在这古神星表面50公里的地方环绕,这比以往时候要见失败。 它将一直在那里探测古神星,直到最终好尽然了,在那之后,黎明浩会永远在古神星轨道上长眠,因为没有办法恢复像这样的探测器。 科学家并没有打算像卡西尼浩在任务结束时撞了土星一样,要把黎明浩撞到古神星表面,古神星表面的异常亮光。 那么,黎明浩到底如何研究小行星带中唯一的矮行星呢?除了拍摄一些重要的照片啊,他还将收集干马射线和终止光谱,以帮助天文学家计算出这个行星,到底是由什么组成的。 古神星包含了一些不寻常的亮点,这些亮点被认为是高度反光的冰块,黎明浩任务的科学家想要更好地观察这些亮点, 那些喷气推荐实验室黎明浩宇宙飞船团队的首席研究员Carol Raymond表示, 这个团队正急切地等待着新的近距离检测的详细成分和高分辨率成像。 这些新的高分辨率数据使他们能够测试从先前数据中提出的理论,并发现这个蓝行星的新特征, 操控黎明浩进入这个最终轨道不是一件容器的事, 它的动力来自离子引擎,在确定轨道路线之前, 科学家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测试不同的路径, 终极路线将给黎明浩最大的机会来观察古神星, 并获得更多的科学数据,古神星表面,古神星作为离我们最近的矮行星, 它提供了很多机会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太阳系, 其他像新地平线浩这样的探测器在背后明浪星时, 已经成功地研究了一颗更远的矮行星, 但花了很长时间才到达那里, 当然,去往古神星也不是一次短途旅行, 因为黎明浩于2007年发射, 直到2015年才抵达古神星, 在此之前,黎明浩现在小行星的神星, 直径不到600公里周围绕行了一年,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